宗旨数十年如一日 明天就是母亲节了 观音山中华大悲法葬佛教会 为了弘扬天下母亲慈悲善良 人逆己逆 人积己积的精神 2019年5月11号上午 特别在台中市东区乐成宫广场 举办一场遇佛遇心 遇见幸福法会活动 邀请民众全家大小一起来遇佛祈福 虽然今天台中市天气相当炎热 不过还是有很多信众踊跃参加 那遇佛呢象征着来洗净我们的生女意 把我们这个罪业吧 把它进化呢 心也会得到清净来减低烦恼 那在遇佛感恩记很幸运的 我们刚好遇到了明天也就是母亲节 在此祝福全世界的母亲节都辛苦了 佛祖的慈悲 契恶向善的精神 我们也大家来发挥 尤其感谢这些志工他们 就是我们要博爱众生 要给众生平等 照顾这个所有的百姓 那我想呢 我们很荣幸能够来参加 遇佛节的活动 要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佛教会已经连续八年举办遇佛活动 理事长龙德上师表示 希望这样的法会活动 能够为品德教育 社会关怀跟慈善公益事业扎根 佛教会还发放上千份免费蔬食便当 跟大众结佛员 还邀请到观音山顶尖舞团 带来精彩的民俗舞蹈 苗竹少女表演 宗教信仰是安定社会的正面力量 所以除了今天的遇佛遇新法会之外 佛教会还预计在这个月19号礼拜天 在台中市北屯区的台湾民俗文物馆 举办一场慈善书画艺术特展 希望结合艺术跟宗教 帮助大家进化身心 祈求台湾人民幸福平安 社会祥和安乐 记者陈文旭 萧又金 台中报导